台北市长蒋旺安一一颁发红包并与各龙州队选手合影 针对台北市议会民政委员会决议 将台北市加码补助生育奖励金的规定 回溯到111年12月25日出生的新生儿接适用 蒋旺安表示如果议会经二三堵通过 会尊重议会决议 我们生育奖励金本来是规划从4月4号至二中节开始 实施上路 昨天我知道在台北市议会 我们民政委员会议员们也做成了决议 希望能够回溯到我上任12月25号开始发放 那这个部分程序上 接下来还需要经过二读三读 那如果议会三读通过 我想我们当然尊重议会的决议 除了加码补助生育奖励金 蒋旺安也表示 整理人口对策委员会就是希望把层级拉高 透过跨局处及引进外部专家意见 来解决台北市面临的人口问题 推生助养好住等方案 是全方面的来提升我们的人口 而且不管对于幼儿的照顾 孩子或是对长辈 让我们年轻朋友 无后无之忧在警察打病 或者是我在去年 抵卷期间或是市政白皮书 以及这一次的我们最佳的预算 就全方面的来通盘整体我们人口检讨 来整体政策 所以我们也成立人口对策委员会 我们就是把层级拉高到福的层级 跨局处的整合资源 以及纳入外部专家学生的引进 我们希望能够来很严正的 面对我们人口的问题 台北市长蒋安在选前提出 生育奖励金翻倍证件 第一胎4万元 第二胎4.5万元 第三胎5万元 民政局预估总经费8亿7千万元 须追加预算4亿6千万元 今年将有23096名新生儿家庭受贿 如果确定回溯到去年12月25号 预估将再多3800名新生儿适用 记者张吉腾台北报道